好 再來我們看下一個重點部分 你把它記憶一下 就是我們告訴你說有個隨機變數X 它的機率分布錶 錄這個錶格 好 第一個他問你期望值多少 好 期望值顯示那個1x對不對 這其實很簡單 就直接相乘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用X1乘上E1 加上X2乘上E2 加上X3乘上E3 就會知道X2乘上E2 好 這個是他的那個期望值 那什麼是變異數呢 什麼是變異數 你覺得什麼是變異數 變異數是什麼 期望值 變異數 好 變異數也是之前講過的就是 我的X1 這裡面有沒有 去減掉什麼東西啊 減掉期望值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平方 再乘上P1 然後後面也是一樣一直在推 X2減掉期望值 的平方 乘上P2 點點點 不要最後一下 那你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我要做平方這個動作 你覺得為什麼要做平方這個動作 你覺得為什麼要做平方這個動作 因為 X2減掉期望值 有些人是正的 有些人是負的嘛 對不對 那我平方之後呢 就一律為正 那基於這樣 整個狀況下 我就會知道說 那個數字 可能會出現那種比較大的 比較小的 那越大的 代表他的那個什麼 代表他跟我們之前所學的 那個 基於統計裡面講到的 他不是會有一條線嗎 叫做什麼線 什麼 回歸直線 就是一個很完美的磁器 就是在 那端點上面的話 代表他的那個 移散狀況 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 繼續把它畫解 這邊呢 X1減掉1的話呢 就等於 X1的平方 乘上P1 加上X2的平方乘上P2 好 加上重點點 點到最後一個是 Xn的平方乘上Pn 然後最後減掉是 那個1的平方 這是劃檢最後公式的結果 這個跟之前講過 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跟我們講那個 統計的時候是一樣的 只是說 那個時候沒有加上機率 現在把機率加上去而已 好 那標準差的話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把變異數開根號就好 好 這個把起來就可以了 對 就說了